再一次来多谢我们的Joyful Singers 今天用圣诗 祝拜神都来鼓励我们的牧者 同时当中一起福祉着的大兄姊妹 我都多谢大兄姊妹 你们在十月 感谢牧者的这个月份 大家用不同的方式 来鼓励我们的传道人 来牧者 很多谢大家 我们很appreciate 大兄姊妹对我们的牧者 这么大的支持 你们所写的卡片 所写的每一句话 at least我来说 我都很小心来读的 一个字一个字读 因为被人鼓励的机会不多 所以每一句话都很珍惜的 所以你们所写的 我们很多谢大家今天来做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要建立一个蓬勃的 配增门徒的教会 来引申更加多本地 海外蓬勃的教会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如何继续走这个蓬勃教会的道路 是受救的时机 这句话是教育界当中 比较常听到的 就是有一些学生 如果你找到一个很好的时机 他很肯学的时候 你就将一些道理 将一些不同的科幅 来教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很有反应的了 那耶稣基督都是 寻出一些受救的时机 来教育他的门徒 来教导他们 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基督 什么叫做真正的门徒 今天如果读的经文 有三个机会 有三个观点 是耶稣基督要教导门徒 或者都是教导我们这些 跟从耶稣的人 有些正确的观念 来和耶稣同行 我是一边讲一边读圣经的 又可以省时间 但一个地方就是 真正的门徒 必须明白十字架之道 真正的门徒 必须明白十字架之道 在马可福音第九章 三十到三十二节 我就放在包一方 大家一起来读 他们离开那地方 经过加利利 耶稣不愿意人之道 于是教导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被杀以后 过三天他要复活 门徒却不明白者话 又不敢瞒他 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 他到大九章的时候 他知道他公开的时光 差不多要结束了 他开始走向耶路撒冷 准备自己要上十字架 不单是准备他自己 都是准备那些门徒 接受耶稣基督 要上十字架这个过程 来成就这个救恩 所以他现在又 集中在怎样准备这帮门徒 马克福音 我们开始讲的时候 第一章第一节 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 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 是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开始的 但是要将这个福音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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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带到万民 大使命 使万民俗耶稣的门徒 是借着这帮门徒的 所以现在耶稣基督就专业 集中在半年那帮门徒的身上 因为整个大使命的成败 就是在乎这帮门徒 他们对福音的委身究竟有多强 不是那些群众的掌声 耶稣基督很清楚 他所做的事情 所以第三十节说 耶稣基督经过加利利 不愿意人知道 因为耶稣希望使用这段时间 来救分他的门徒 这个都不是第一次 耶稣说到他要上十字架 前面的经文 耶稣都曾经讲过 但是这一次 他说的时候又加一点点 加多一点的内容 就是人子将要交在人手里 这个人子将要交在人手里的意思 就是耶稣提醒那帮跟从他的门徒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会出迈他 但是他们的兴趣 就不是问究竟是谁 他们心中有很大的真责 可以接受耶稣基督 需要上十字架的这个过程 耶稣是尼赛亚 是我们的教主 为什么他需要上十字架 他们很持统 很难了解 耶稣基督给他们这个信息 我相信大兄姊妹 如果当时你和我在场 如果当时你和我 都是跟从耶稣基督的 其中一个门徒 或者我们都很难接受 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条路 因为一个德性的教主 比较有吸引力 一个荣耀的官王 比较有吸引力 是一个受苦的教主 是被个男人接受的 耶稣又偏偏偏选择了 用十字架 这个死刑的刑具 来代替我们死 这个更加难 叫人来接受 但是大兄姊妹 十字架是一个不可妥协的 福音的内容 我们今天传福音 开报道会 劝人信耶稣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提到十字架 你几乎是没有传到一个 完整的全部的福音 它是我们的福音的信息当中 不可缺拔的 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在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第23节 保罗说 我们却是传 钉十字架的基督 不单是传基督 是钉十字架的基督 这个本身 就是福音的内容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所以信耶稣可以得到永生 可以遇上和好 但是门徒是 一直等到耶稣复活了之后 他们开始了解这个事实 为什么不明白呢 圣经说他们不明白 因为太难接受一个教主 需要牺牲自己 来拯救我们 圣经不单说他们不明白 还加上一句话 又不敢问他 为什么门徒不敢问耶稣基督呢 我想或者是不想被耶稣扎逼 因为第八章的地方 当耶稣第一次跟他们说 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比特就说耶稣你千万不要去 千万不要上十字架 那耶稣扎逼他 那耶稣扎逼他 他说 撒旦退我后面去吧 你还记得吗 他们有点害怕的 又怕耶稣罵他 那第二个原因 或者是他们都不想知道答案 是不是 有些事我们已经知道答案的 但是不想知道 或者不想继续听到那个声音 那就不想pursue 不想继续问下去 就当做不知道了 因为没有听到就算数了 但是如果不敢问的时候 你就继续错下去的 这个观念错了之后 这个跟从耶稣的门徒的生活 就跟着错下去的 我们当中有些人信耶稣 是因为神医治了你的责病 或者是你在困境当中 有人跟你说 耶稣基督看雪你 耶稣基督安慰你 那你信耶稣 我们当中有些人 或者你是曾经有了家庭分音的困难 那教会帮到你 牧者帮到你 大兄姊妹帮助你 那你心中受感动 你就信了耶稣基督 这个是很好的 因为用爱的行动 耶稣基督的爱 借着我们的行动 来表现出来 这样就感动到很多人信了耶稣基督 但是 但是 如果信了 因着你的方式 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那没有继续有跟进 有门徒翻脸 教导他们 十字架的真理 耶稣基督的爱 是先值着十字架 牺牲过自己 代替了我们而死 这种的爱 感动了我们 这帮教会的目者 大兄姊妹 向你表达 你行动做出来的话 他还没了解 为什么我受益这么多 有些事 这样信耶稣的人 只是因为解决了我的问题 所以我信了耶稣 那问题解决了之后 那就不用继续跟从耶稣 等到下一个问题来的时候 我又回来了 那这种的信仰背景 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文根的宗教 是很相似的 是吗 需要的时候来烧一下香 献几择 烧鸡给那个菩萨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祝福 是吗 有些事 我们将我们自己文化 文根宗教的经历 就转来基督教 信耶稣都差不多一样 解决我的问题 解决完了之后 再见 因为没事了 不过痛不见了 痛苦没了 现在可以继续成进 但是你自己知道了 我们 我们 耶稣基督所呼召的 不同 不是这样的 耶稣呼召我们 跟从他的时候 他说你们要 舍己 天天背弃十字架 来跟从我 意思是说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不但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 是神爱的恩典 但是神的爱 是怎样来的呢 是十字架上 成就了救恩 使得我们可以 罪得赦免 遇神和好 那他呼召我们 要舍己 天天背弃 我们的十字架 来跟从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成为 我们的忠心 耶稣基督成为 我们人生 跟从 不断的跟从 不断的来 服侍的 不断的来崇拜的 一个 一位我们的神 那这个是叫做 俗耶稣的门徒 但是如果十字架 不在我们的福音当中 如果十字架 不在我们 同人传福音的 内容当中 很多时候 人就走回 民间宗教 那种的懒法 就是 公利的 一种懒法 我有问题 你帮我解决 解决了之后 等下一个问题 再来找你 这种 跟从耶稣基督 要背起十字架 这种付出代价 是大家都不想有的 我们都比较喜欢 教会有很丰富的节目 我们的小朋友 有人照顾 我们的老人家 有人照顾 但是你要记住 如果没有十字架 就没有 荣耀的教会 我们有一个 荣耀的教会 荣耀神的教会 是因为有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之道 在我们的教会 生活之中 是不可缺乏的 人就是人 我们很实在的 我们来教会的时候 很多时候 看到我们的小朋友 有人照顾 我们所关心的 在民生的问题 今天教会有没有饭吃 吃什么 有没有中餐 有没有广东话 朋友一起来 聊聊聊 我们教会 注重不注重 中国文化 中秋节 有没有庆祝一下 大家 就觉得 这个是好的教会 我们是中国人 都应该有 中国文化的表现 但是我们在教会之中 一起来过 信仰的生活的时候 不是因为有中秋节 不是因为有 那个团圆饭 大家来吃 不是因为每一个主日 有provide lunch 大家很方便 有中餐吃 我们来到神的殿钟 是因为我们是 耶稣基督的门徒 作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是效法耶稣 信服耶稣 作为我们人生中中 最重要的一个的 部分 所以当我们建立 一个蓬勃的教会 这时候大兄姐妹 不是有多少人 在我们当中 有多少人是门徒 有多少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那些 愿意写记 放下自己的意见 天天背起十字架 来跟从耶稣基督的 这种的门徒 这种的门徒 又真正 可以和我们一起建立 一个蓬勃的教会 有人说我们在教会 讲到复兴的时候 一个复兴的教会 都不是崇拜当中 坐了多少的人 一个复兴的教会 是祈祷会当中 坐了多少的人 那个是真正的复兴 一个愿意 用祈祷来托着 整个教会的工作 是一个复兴教会的指标 来的 我觉得有些时候 我们都好像门徒 有些时候 我们读马尔福音的时候 觉得门徒一再而再的 听不懂耶稣的教训 有些时候 我们都差不多是这样 心理学有一个讲法 叫做selective listening 就是有选择的聆听 什么意思呢 你的小朋友 就很多人有这样的表现 谁会帮我倒垃圾 没有什么反应的 吃饭啦 大家就来了 去美丹楼啦 立刻有反应的 吃一下药材鸡汤 没有什么反应的 因为他们在美国长大 就喜欢美丹楼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selective listening 我们听 我们喜欢听的东西 不要说我们的小朋友啦 我们都差不多的 牧师都会的 selective listening 找那些我喜欢听的信息 那种比较合我的心意 那种的信息 我就喜欢听 不喜欢听的 就自己shut off的 大家听广道 听了很多年 都好多点功夫 两只眼睛钉字讲完 钉着牧师 但是呢 你的脑海呢 可以想到很多其他东西啦 大家都学到这些功夫啦 所以这个selective listening呢 真是一个人的本性啦 有人在咬弱时 上班的时间 大家匆匆匆忙忙行来行起的时候 手指拿着一部starbuck啦 去赶去公司的时候呢 这个很繁忙的时间呢 大家觉得 这些人呢 在那个时期 你说什么都没用的 旁边有些黑衣啦 要土钱啦 homeless people啦 要求你做些什么啦 派些传单啦 大家都没有兴趣的 要赶去上班嘛 走得又快 人又多又很逼 那一人做了一个experiment啦 他就拿了一手成大把的这个银臂 那就是人 十字路口 人来往往的地方 你就脱خ了一把的银臂 就拋在了地上啦 那喃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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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喃~~~ 哇很多人停下来あの 很多人停下来听喔 都是停下来 dunk 他说原来呢 没论你多忙啊 如果那些声音是你喜欢听的呢 你都会听下来听下的 你都会听下 有钱啊 是吗 selective listening 我们都懂的 我们都是选一些 我们喜欢的信息 我们都是听我们 合我口味的那些信息 神的保守 神的祝福 神的恩典 这个是我们很喜欢的 傅代价 叫那些牧师去 叫那些执事去 我们的主义学老师 我们的小组的组长 他们这班是比较超级的基督徒 他们去 应该不是我们的 我们是接受他们的保护 接受他们的牧养 那些不关我们的事 短孙 牧师跟他们去 不是我 selective listening 门徒所很难了解的 十字架之道 转到我们今天 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都懂得做的 就是selective listening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要问我们自己 你最有反应的信息 是哪种的信息 是不是那种反应 就表达出 一种心理的状态 我们是同神同行的时候 究竟是哪种的境界 究竟是哪种的状态 第二方面 真正的门徒必须明白 宿令领袖之道 在第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 大家帮我一起来读吧 一二三 他们来读吧 他们来读到加白龙 耶稣在屋里 门徒说 你们在路上 议乱的是什么 门徒不足声 因为他们在路上 彼此真论谁为大 耶稣坐下 叫十二个门徒来说 若有人愿意 作首先的 他必作众人 没效的 作众人的用人 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门徒中间 又抱起他来 对他们说 凡为我命 接待一个唱 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 乃是接待哪 差我来的 一个真正的门徒 不单是识得 十字架之道 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 一个真正的门徒 必须明白 宿令领袖之道 耶稣基督 借助这个机会 他们在路上 争论的时候 来教导他们 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当耶稣问他们 你们在路上 是讲些什么的时候 大家不作声 因为心中有沉愧 心中有愧 觉得真是不应该 其实这帮门徒 他们中间 有很多竞争的态度 不单是第一次 在第八章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提醒 他们要留意 法力 采样的效果的时候 他们就 自己就 予此争论 是不是我们 没有带食物 谁忘记带 为什么是这样 耶稣不开心 他们误解了 耶稣的意思 第九章十四节 你记得 上一个星期 他讲到 这个乌鬼 赶不出的时候 就跟那些群众 来吵架 来辩论 为什么不出这个问题 试下我们讲 第九章 第三十八节的时候 当其他人 赶拐的时候 他们又不开心 来和耶稣吐数 耶稣说 为什么他们 可以赶拐 他们不宿议 我们当中 其中一个分子 到第十四章的时候 当这个妇人 打破了 这瓶的 真那达香膏 来歌没耶稣的时候 他们自己 又议论纷纷 又不喜欢 很浪快 那到十四章二十九节 当耶稣说 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你们会离弃我 彼得说 如果其他的门徒离弃你 我都不会离弃你 你看到吗 门徒之间 有很多的竞争 所以在路上 当他们听到 耶稣基督要听十字架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讨论 谁可以做大哥 谁可以做大子徒 大门徒 在当中 这个是一幅很讽刺性的画面 耶稣基督最大了 他走向十字架是一个很谦卑的道路 门徒在后面是跟从者 但是就真真吵吵吵 要抢着族领袖的这个坏字 我想到我们在最近 讲到这个讯息 提醒大兄姊妹 我们教会要走向 一个复兴的过程之中 大家来祈祷 大家来读经的时候 我都要提醒大兄姊妹 当我们开始有福气的时候 当我们大家很认真来做神的工作的时候 随之以来的就是人的私欲 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要跟从耶稣 很认真来做神的工作的时候 随之以来的 是我们人的私欲 因为你很认真 你现在很认真的时候 你就开始要求自己 都要求其他人 当人没有反应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们很差 没有什么反应 当你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 大家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 你就觉得 为什么你们看不见的 我们要很认真来跟从耶稣基督 当我们很认真的时候 不知不觉之间 我们自己的野心又出来了 我们自己很想做到的事情 就要求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做 那种伏人的身份就失落了 那种谦卑的心就慢慢减少了 那种对人比较敏感的心理 就降低了 因为急着成就目标 促成功组 这个是人的本性 在福兴之中 大兄姊妹请你记住 要祈祷 千万要祈祷 要祈祷在福兴之中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失落了一个伏人的身份 一个服侍人的三态 一个谦卑的态度 这个是跟福兴同时出现的 大家要给自己的提醒 那耶稣基督为了帮助他们 就将那个弟弟带来 就跟他们说 犯罪我命 接待这个弟弟的 就是接待我 耶稣基督不是叫他们学习小孩子 小孩子都不可靠 不听话这些事 都不懂事 不成熟 都要靠着成年人来保护 来提供食物 来保护他们的安全 但是耶稣基督提醒门徒 但是你做领袖的时候 都包括要服侍这帮的人 耶稣基督所提的 伏人的领袖 是跟当时的领袖 搞关系 接近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得到好处 这种的领导风释 是完全相反的 叫做你们强八是这样 你们是一个伏人的领袖 单单顺顺的 来服侍那些 没什么影响力 没什么身份地位 好像我们教会 服侍那些J.O.G 特殊的儿童 长者儿童 新朋友 比较来向安静 新的二万 那扮人 是我们做领袖 需要关怀的 所以我们的服侍 作为一个领袖 是为了尊重人 来服侍 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 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利益 来服侍人 一个伏人的领袖 不是谁才发标 一个伏人的领袖 是谁才道歉 那是伏人的领袖 一个伏人的领袖 不是法豪司令的权威 一个伏人的领袖 是服侍 没有人关注的人 那是伏人的领袖 你说有用吗 有什么作用啊 没有什么好处 没有人帮你 不是很肯定的人 不是很肯定的人 不是浪费你的时间吗 你知不知道 在领袖学当中 最大的影响力是先得到人的心 得到他的尊重的时候 大家就给你这个权力 你带领他 这个是领袖学当中的最高的标准 最高的阶级 得到人的心 得到人的尊重 当一个人是伏人领袖的时候 他不单是靠着他的恩赐 来给大家口服心服跟着他 他是用他的生命 用他的本格 用他的灵性 来使用人口服心服的来 跟着他来成就那些很有价值的工作 博人领袖 好像有一些矛盾 有一个牧师 针金法牧师 他讲得很清晰 对我很有帮助 他说这两个矛盾的东西 怎样来合在一起 他说是这样的 他说做博人 博人是我们的身份 领袖是我们的职责 你有这个领袖的职责 你就应该做领袖 应该做的事 有vision 有planning 有communication 有delegation 大家一起mobilize 那些事工 但是今天没有减到你 你不是我们的 有职位的领袖 但是你始终是一个博人 你永远是一个博人 你是执事 你是一个执事的博人 你是牧师 你是一个牧师的博人 你是一个同工 你是一个同工的博人 我们的身份是博人 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博人 这个身份不改 但是你的职位可以改 今年有职位 明年没有职位 但是你始终都是一个博人 他一说了之后 我就明白了 我们用一个博人的身份 来服侍 大兄姊妹 来服侍我们当中的人群 这个是一个博人领袖 这个是耶稣基督提醒门徒 必须了解的宿灵领袖之道 那么之后 第三点 真正的门徒必须明白 空襟 开阔之道 在三十八到四十节 大家一起来读 约翰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看见一个人 奉你的命 说鬼 我们就监视他 因为他不跟随我们 耶稣说 不要监视他 因为没有人奉我明行义能 凡倒轻易毁谤我 不抵挡我们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上市 约翰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屠宿 他说得很自豪 觉得我们很特别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其他人不是 作耶稣的门徒 是我们这十二个人的 专利权 我们有申请这个专利 所以奉耶稣的命 赶鬼 你要先申请这个委员卡 你有了委员卡 就可以来奉耶稣的命赶鬼 好像你有Costco卡 你就可以去Costco shopping 对吗 有些这样的意思 但是他梦记了 他们刚刚赶鬼失败 赶不出来 要耶稣亲自来帮他们赶鬼 所以他不准其他人 成功的赶出污鬼 但是自己不成功的就OK 因为我们是 inclusive 我们是有membership的 我们有委员卡的 你没有委员卡 不准做这些事情 耶稣提醒门徒 不要禁止他们 不要禁止他们 我们想起 在教育圣经 欲书也 这个年轻的领袖 都曾经犯过 这样的错误 在《文数记》第十一章 当他听到其他人 发出预言的时候 说出预言的时候 他要求摩西 监止他们讲语言 摩西怎么说呢 摩西在《文数记》十一章第十九节 他回答 你为我的缘故 窃到人吗 怀怨耶和华的白姓 都数感动 讲语言 怨言说把他的灵 降在他们身上 摩西说我巴不得 所有的遗众 都可以讲出神的信息 都可以讲出神的心意 不单是 监止他们 我们要鼓励他们 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 因为耶稣提醒他们 他说奉耶稣知名的人 不会毁放主 如果他可以 赶出污鬼 可见他一定对耶稣有信心的 当我们和黑暗的势力 当我们和恶魔尼真战的时候 任何不抵挡我们的 就可以成为我们其中一贩子 面对这么大的黑暗的势力的时候 我们需要所有的人同心 包括那些不属于我们这贩子的人 如果他们都是真正的跟从耶稣基督 我们应该彼此鼓励 彼此合作 一起来成就这些功夫 耶稣提醒门徒 耶稣提醒门徒 我们的真从 我们的互不张扬 遮盖了我们同心合意的力量 所以问题不是 他们是不是属于我们这群 这个membership 问题是他们是不是有跟从耶稣基督 如果他们真正是跟从耶稣基督 It's okay 不是我们这十二个人当中的一分子 都ok 因为大家都是跟从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这个教会提醒 我们不要认错敌人 不要觉得 跟我看法不同的人就是敌人 不同我不同看法的人 是那个 跟我不同看法的大兄 或者姐妹 他不是我的敌人 我们太容易制造敌人 一个英国的文学家 We make enemies too easily 我们太轻易地来制造敌人 敌人是那个敌党 耶稣基督福音的撒旦 那个是我们的敌人 我的意思不是说 我们随随便便就同日合作 我们都要翻遍 有疑端有邪教 我们不是随便开放我们的港台给人 我们很小心的 我们要check一下要看一下 究竟是谁在我们的东中 讲到教主一行 我们都不准人在我们的东中 随便发这个传单的 几个月之前 在国与崇拜的时候 有个人一来就发传单的了 我们的领袖很成熟的 立刻停止他 因为没有得到我们教会的批准 虽然是好的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究竟是否好 你一定要尊重我们的教会 得到我们的许可 虽然是一个好的事情 邪教都可以发传单 我们都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都要很留心 这些事情 但是如果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跟从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要祝福他们 一起来成就神的工作 最底41节 他就提醒他们 他说凡因你们持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不能不得上市 什么叫做给你一杯水喝呢 解经家说 这个是当基督徒 面对迫不的时候 受苦的时候 或者是坐牢的时候 有一个人 或者都不宿引我们这份纸 但是他没有敌挡我们 他都伸出一个手 给你一杯水 鼓励他来支持你 你当时就明白 原来 原来我们都是属于一份子的 原来我们大家都是 跟从耶稣基督的 虽然你不是属于我们这帮人 但是我们都是其中一个 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 这个空襟开阔的学习 提醒我们 原则不可以妥协 但是方法可以商量 方法有很多种 但是原则是不可以妥协的 今天这个讯息 其实只是提醒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主题 由一个清晰的门徒的观念 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门徒的生活 耶稣用这个受救的时刻 来帮助我们这帮作耶稣门徒的人 想清楚应该如何来过门徒的生活 在最后应用的时候我要提醒大兄姐妹就好像刚才志浩牧师祈祷的时候说的 我们现在到我们的宪堂典礼新堂宪堂的时候还有差不多12个月 或者不是说还有12个月 应该说只有12个月 当我们宪堂的时候 一般上就有很多人来我们教会来看一下 那个社区都来看一下新的教堂 人出人入人出人入很多 但是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老师 请你好好的用12个月来准备你的学生 作耶稣的门徒 栽培门徒 传福音 当一些三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已经准备好来掩折他们 来欢迎他们 我们很感谢我们广东话的崇拜 反应这个回应很快 当我们见两个室内体育馆 两个临球场的时候 很清楚是我们要做社区的工作 要祝福这个社区 我们讲话就开始 有cooking class 有打冰棒 就开放我们的教堂 未到12个月 现在就开始了 邀请他们来到我们当中 来打冰棒 来烹饮 来开始认识 来开始和他们一起来做朋友 希望将耶稣的福音 耶稣的爱 来和他们分享 我们鼓励大兄姊妹好好地准备 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只有12个月的时间 来准备我们自己 来建立神的工作 都提醒我们大兄姊妹 这个复兴的讯息 不是说了五个星期之后 就结束了 复兴是继续不断下去的 我们继续读神的话语 继续祈祷在神的面前 继续祈祷会来支持 教会的事工 继续祈祷 求主将福兴的灵 不断的晓管在我们当中 你与神同行 在我作领袖的过程之中 有一个人很影响我的 就是林道良牧师 林道良牧师 我在教会 1985年的时候 就开始 认识他 在教会做intern 以后在 Fountain Valley做牧师 做了十年之后 去了新加坡 去了十八年 现在又回来 我觉得当时我在Fountain Valley 做牧师的时候 林道良牧师 在台湾的华晨 做院长 每一个三文 他就回来了 他要求很高的 他每一次回来的时候 就很大声的讲话 扎秘这些牧师 不懂得讲道 没有好好的大教会 很多人打电话 台湾去跟我投诉 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工作 我们大家就投低了 他八十岁左右 大家不闹嘴 对不起 我的努力 所以我都很怕他的 他很严肃 很有资格 很资深的一个 华人教会的牧师 第一次真的改变了 我整个的观念 我当时和一个年轻人 去打球 德林球 看兴奋 又超重了 二十磅三十磅 忘记了 走得很快 不小心 就把我的 阿基里尼腿 拉撕裂了 我的尼腿 在屈头的地方 那走路就 一拜一拜 走路了 因为他看到了 我们都是去到 同仁街那边开会的 当时 星期二下午 他看到了 Albert Hing 什么事啊 你的脚 我说打琳球 受伤了 没事的了 OK的了 OK的了 那我们开会了 开到差不多五点钟 那我就开车回到 我当时住在 Oranche County 当时要开车回来 他又叫着我 Albert 你去我的办公室 哇 想到你没有 叫我去他的办公室 好像见侯长 有点像 我就去他的办公室 不知道什么 他又说我为你祈祷 我又奉心 他又说我祈祷 那一说祈祷 我就避眼睛 很习惯的 避眼睛 但是避眼睛的时候 觉得有点贵的 你避眼睛 还能感受到你的周围 对不对 有时觉得 很习惯的 我说为什么这样 我又觉得 有一只手 按着我的屈头的地方 你觉得很习惯的 我就偷偷看一看 就像小朋友 一学的小朋友 看一看 原来 南杜勒牧师 当时八十几岁 他在我的面前 跪在地上 按着那个手 在我的膝头的地方 你还我祈祷 八十几岁的老人家 一个当时三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也是这样 你还我祈祷 这幅图画 我永远记住 我永远记住 我当时从很怕他 就变成很尊重他 因为他真正是一个 毒人的灵走 大兄姊妹 当我们继续前进来服侍的时候 那幅图画 我希望都成为你的祝福 就好像耶稣基督 摆下 拿着一个手巾 来帮门徒洗脚 这样的模式 那个是灵走 我希望成为这样的灵走 我希望你都成为这样的灵走 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多谢你 这三个的功课 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愿意 今天都是一个受救的时机 知道怎样来 行这个十字架之道 都知道怎样来行这个 毒人灵走之道 都是一个很大的胸襟 来接纳其他的同工 来接纳其他的大兄姊妹 一起来服侍 一起来建立一个蓬勃的教会 多谢神 奉耶稣的命祈求 Amen